侧闪 下起 后撤 下当 赢进去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打迎击 迎击 迎击 写上步 在实战中很多朋友都难以应对 臂展比较长的一些对手 都完全伸直的时候 我们还够不着他的身体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 个子稍微矮小一些的 应付臂展长的是很吃亏的 在我们现在技术中 当对方打拳的话 侧闪 侧闪 下起 后撤 下当 赢进去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打迎击 迎击 迎击 写上步 这样的一些动作 但是呢通常来说 在我进去之前都要先吃好多拳 才能进去 所以这在比比比赛中比比皆是 很多时候呢 当对方打连续拳的时候 前手 后手 拉过来一样打击中对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对方打前拳 再打后拳 那么我们用后援装的架势封住他 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可能没有 接触到对方的脸 但是我们接触到他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了 接触这个部位之后 我们稍微变面方向 因为他是站不稳的 就可以调整出心打击对方 加微信星五文化二 获取九元体验课 就是我不需要接触到他的身体 不需要打中他 我只需要有一个点接触到他 立刻可以把他的重心调 调背对 打不中我 很多人就说 那你不管对方的后拳 我们举个例子 当对方打前拳 我接触对方 对方打后拳 第一我们依然是用后拳装 打勾拳 勾拳 勾拳 去阻隔着 依然能够把对方拉过来 进行击打 道理是以上这样 但是如果大家想在实际的应用中做出来 那么就需要你有很好的装工 欢迎大家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站装 学习我们的正式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